一個銅板敲不響 基本上就是這樣 可是建民還不只啊 他也跟韓龜講過說你小心點喔 對 小心點 你小心點喔 傅崑崎也跟韓龜講 院長你這樣太軟了啦 你也有責任啦 如果立法案今天這麼亂喔 你也有責任 你也要負責啦 臭丫頭吧 這少女學長說 各位有興趣自己去看好不好 我就講一次 一個銅板敲不響 好不好 第二件事情喔 我台下剛才聊的苗伯雅 我幫忙補充說明 都很喜歡說 啊 苗伯雅 贊神 阿苗老師最有耐心了 他說阿苗老師說那個兩兆啦 都是要給傅崑崎的啦 首先第一件事情啦 不要搞笑了啦 這個提案不是傅崑崎的啦 這提案是韓國瑜的啦 這提案是韓國瑜的 韓國瑜的本家在雲林 他如果要土利 他應該弄個雲林的 不是弄花蓮的 他跟傅崑崎兩個人不是對手好不好 那傅崑崎為什麼要幫他 因為今天提案的人 好不好我也很有耐心的跟你們講 提案的人要去委員會報告 報告提案 那作為一個院長 跑到委員會裡面 跟委員報告提案很怪 所以那時候他才拜託傅崑崎 作為領銜人 自己掛後面 跟江啟成 兩個人來通過這個案子 江啟成跟傅崑崎也不熟 不會去幫傅崑崎賺錢的 好不好啊各位小朋友 再來第三件事情 如果真的是兩兆對不對 那不好意思去找你們柯建銘領 你知道為什麼嗎 柯建銘親口講的 他說可以不要國會無法 好不好拜託 我願意拿經濟換改革 我把國道6號跟高鐵 這兩個案子送你們 但是國會無法不要 所以阿苗老師 柯建銘要送兩億給傅崑崎 我再講一次 柯建銘要送兩億兩兆給傅崑崎 阿苗說再講一次 柯建銘要送兩兆給傅崑崎 所以你立立是這樣嗎 拜託一下回去多讀點書 少在那邊給我贊成這一套 沒那麼厲害 邏輯狗屁不通 再來我們講 你在講賴金的那一段 我還是要稍微你看 平衡一下 因為我還是要維持剛才的論述 我說韓國瑜跟他是唯一為什麼 務實協商理性溝通對不對 為李法恩加油 韓國瑜希望溝通對不對 這個沒毛病 你看一下賴金的下一段 期望國會朝野能回歸理性討論 讓義士運作和諧 恢復最大公司 以回應人民的期待 所以我再講一次 可以理性討論 但是誰不要理性討論 偏偏 左邊那個 亂拿自己兒子東西的 不要拿你兒子的東西賣不吃 我再講一次 你不要黑白拿你兒子的東西來吃 這樣不好 你不肯知道嗎 分就吃得到就好了 不要黑白 殺了黑白抽 好不好 就旁邊的柯建銘 從之後就他在亂 他就是其中一個銅板 在那邊冷消耗 所以你今天要弄太陽花 第二 我坦白講 你要弄也是可以 因為反正這兩個人 講人話的你不聽對不對 你要愛放狗咬人 當然鬧沒關係 今天所有這些學生 幾個做法 第一個啦 國民黨也可以反動員 對 你六成 王國昌也可以啊 昌阿桃呢 衝投運動的帶領人 對而且他一手捧起來的那個 那個那個 林非凡現在都20萬了 20萬小case 20萬送我都不要 然後不是啊 你王國昌可以去立法院啊 青島東啊 你在那邊直播啊 太離譜了 拿那個衝 火呼籲線上 4萬多名好朋友 立刻來這邊共襄盛舉 守護民主程序 守護利潤尊嚴 太離譜了 把人call來嘛 來輸贏啊 這樣也可以啊 你真的有心要的搞 對不對 你光老師了不起嘛 直播 第一耶 現在全天是第一號耶 柯文哲還要找網軍灌 你不用耶 對不對 你那個真的耶 柯文哲那假的耶 對不對那也可以啊 那第三件事情就算給他們攻進了就攻啊 你知道攻進來會有什麼結果嗎 國會改革無法是不是不能過對不對 但你知道根本也沒有意義了 你知道什麼嗎 因為行政官員也不用來了 立法委員也不用上班了 大家就每天可以去太平道 為什麼 因為法案也不用審 行政部門什麼事情也做不了 預算也不會過 那沒關係那我們就放假 那沒關係那這些 這些立委們 我現在唯一擔心就是 到時候如果你們佔領之後 他們可能閒來無事就上上通告 大家就跑來上通告 到時候人蠻為患 對不對 這是有可能的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這樣子我敲通告就很好敲 然後不然就跑去地方 跑去地方 跑去地方 大家去辦一辦活動啊 圓圓圍啊 顧顧選區啊 然後我們就這樣過完四年之後 我們大家再來嘛 等不然現在你們就住在那邊 要住四年 旁邊台大會館也給你們住啊 地方大會館也給你們住啊 你們就都住嘛 愛迅哪裡來哪裡去嘛 少來這一套啦 沒有人自己執政 自己佔領立法院的啦 搞不動嘛 但是你要叫學生去打立委是不是 那就很好啊 我跟你講學生衝進來 那剛好而已啦 你知道為什麼嗎 要是我國民黨 第一個啦反動員 第二個啦 我警察權先準備好 你學生一進來 我全部保留 兩千人塞滿 那就剛好而已啊 你逼我動用警察權的 因為你民進黨說死犯罪嘛 前一陣子是不是在講到 周主廚傷害那個圖 民進黨的警政罪跟你說 這個叫善禍罪 善禍罪要抓起來 因為大家 這蠱惑大家去開槍 善禍罪 那你們講這些委員都善禍罪 學生衝進來啊 那就盡量衝吧 那我最後再回到一個問題好了 有人剛上任這樣子 剛上任立法院被癱瘓 然後剛上任有人去你家門口 那個潑東西 柯文哲 然後剛上任鬧得一塌糊塗 剛上任人吵也不合行 然後剛上任你什麼關鍵 什麼事也不用做 那沒有現在你高興就好啦 所以我說這不會是 為什麼我一直在跟各位講一個邏輯 這不會是這兩個人 不會是韓國瑜跟賴青天要幹的事情 不合理啦 就這樣全台灣現在最壞的人 就這一個啦 各位 歷史罪人 吃兒子東西的 都沒有拿錢的 頭吃的東西就柯建民 全台灣最壞就他 那另外一個銅板我懶得講 好不好你們自己去猜 大家好我是主播賴政凱 你知道膠原蛋白會隨著 軟骨的退化而減少嗎 掌握增強行動力的密碼 35歲就是個關鍵 你想要軟Q軟Q的 就要搞懂你的身體宇宙 雖然我常常寫錯字 所以我就要錯別字 但挑選保健品倒是沒有錯過喔 一天兩包4D具有專利膠原蛋白 增強行動力 跟我一起上山下海跑新聞 實際研 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夠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的原料進口 專利BCP生物活性 平均分子量3000道爾噸 小分子 好吸收 重要的是重金屬 西藥檢驗SGS檢測 全都過關 品質把關 有保障 成分單純 零添加 吃了超安心 無論你是銀髮族 還是運動健身族群 都十分推薦 因為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從現在開始 90天的青春有感計畫 打造行動有感每一天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 額外優惠喔 你也和我一樣 愛吃米食 麵食 甜點 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 口含定 餐前30分鐘 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 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 夾鏈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 北美優質白腎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 與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 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扣 可以快拿掉 吃 大陸 汁 小酒